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我們家也要教大家 做這咖啡鳳梨酥 到底咖啡鳳梨酥是怎麼樣的呢 現在我幫她先來看一下 材料的部分 不過提醒您 紙筆趕快先拿出來 首先再來看 今天要用的材料有哪些 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所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 牛奶油225公克 糖粉120公克 蛋黃60公克 裂奶15公克 全脂奶粉15公克 轉化糖漿15公克 接下來還有 咖啡粉12公克 冷水7.5公克 中筋麵粉300公克 鳳梨餡300公克 冬瓜餡300公克 巧克力咖啡豆30個 那其中比較特別的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 像是這個轉化糖漿對不對 轉化糖漿是什麼 幫我們介紹一下 它是一種人造蜂蜜 然後它具有保濕的效果 吃起來就不會乾乾的 所以讓那個內餡吃起來 比較潤滑一點 對… 皮也會比較潤滑一點 對… 另外在材料部分 還要介紹到的是這個 巧克力豆對不對 巧克力咖啡豆 巧克力咖啡豆 那它是巧克力還是咖啡豆 對 它是巧克力 它是巧克力 所以跟我們一般在泡咖啡的 咖啡豆不一樣 對… 所以它其實是巧克力 然後只是做成咖啡豆的樣子 它有咖啡的味道 風味一點點 所以等於算是綜合巧克力對不對 對… 好 看完這個巧克力咖啡豆之後 這個咖啡粉剛剛也有說 要特別挑選過對不對 要怎麼挑選 找比較不會那麼酸 苦一點的像曼特寧咖啡 對 那是要用三合一的嗎 還是說要就是單咖啡粉就好 單咖啡粉 無糖的咖啡粉 無糖咖啡粉 所以在咖啡粉的部分 也要大家特別的注意 介紹完這個材料過後 還是要來介紹一下 今天所要用到的器具的部分 在器具的部分 今天需要攪拌機 攪拌機 攪拌機是手提的就可以了嗎 手提的就可以了 手提的攪拌機 然後可能你需要一個這個 就是拿來拌的這個盆子對不對 對 然後今天很重要就是 過篩是很重要對不對 對 上一次我們做這個鳳梨酥的時候 其實也有告訴大家 你這個過篩的時候 是很重要 可以讓它麵粉裡面 一些什麼小石頭 什麼可以篩掉對不對 我覺得我跟你主持這麼久 我都快要變專家了 對啊 我們一起進步 好 首先介紹完材料跟器具之後 我們就要來開始動手做了 好 第一個步驟要教大家要做的是 先把奶油放進盆子裡面 奶油 奶油是不是從冰箱拿出來 就要稍微讓它有點軟化對不對 先放在室溫 差不多四個小時讓它軟化 材料才會比較容易拌合進去 所以你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就要先可能把你的奶油 從冰箱先拿出來 準備稍微軟化一下 接下來是不是糖粉要過篩 對 糖粉過篩 糖粉過篩 因為台灣 糖粉需要過篩很多次嗎 一次就可以了 台灣的濕氣比較重 所以糖粉放在室溫下 很容易就是結顆粒 結塊對不對 有 有時候拿出來都一塊一塊的 對 過篩了以後還是要加別的嗎 先把它打勻 所以第一個步驟就是糖粉跟奶油 混合以後打勻 對 還是一樣先用慢速 慢慢地加 先用慢速 之前有教過嗎 這樣慢速比較不會噴得到處都是 對 慢速先把奶油跟糖粉 泡和均勻 對 像這樣子的手提式的攪拌機 下面它攪拌的那個 等於說是打蛋的器具 有沒有分說形狀上面有什麼差別 勾勾狀 然後還有一個是網狀 對 一般做鳳梨酥 我們要選擇哪一種 用網狀 勾勾狀的話是類似做麵包的 對 所以其實是有分的 有分 對 然後 像這樣子買 攪拌器的時候它是要另外買嗎 沒有 它就是整個組合的 就附在裡面了 對… 所以可能你在選購的時候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附的這個上面的這個 替換的打蛋器 適不適合你今天要操作的一個點心 對 攪拌均勻之後就可以加入蛋黃 蛋黃 對 蛋黃今天也是一樣 就是先用分開來的 對 分次把它加入 分次 對 分次加入的用意是什麼 在幾十分鐘下 它比較容易打勻 要不然一次把它加進去 比較不容易打蛋 所以分次加入 今天蛋黃的量 我剛看大概是三顆左右 六十公克 其實我覺得蛋黃比較不好分 因為它一顆一顆的 有時候加 再多一顆又太多 小一顆又太少 對 好 蛋黃分次加入以後 一樣是把它拌勻 拌勻 所以今天咖啡鳳梨酥 跟上次做鳳梨酥的要訣一樣 對 就是拌勻…再拌勻 所有材料拌勻就好了 對 都還滿簡單的 對 對 我上次跟加以後 我發現其實褲梨酥看起來 好像雖然做法還滿難的 對… 但是只要你每一個東西 都有加進去 都把它拌勻就好了 拌勻就好了 失敗率很低 應該不會失敗 對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要加入奶粉 奶粉 奶粉就不需要過篩了 不需要… 對 奶粉 煉奶 煉奶 對 對 煉奶可以增加它的香氣 香氣 對 所以糖漿也是在這個步驟 要加進去 對…糖漿 糖漿 那糖漿有什麼作用 潤滑 潤滑 保濕 保濕 好恐怖 現在會出烤題了 對 真是的 我以後要專心一點 就是接下來就把它 繼續地拌勻 對 拌勻 拌勻就好了 拌勻就好 在咖啡粉的部分 是不是要先把它 用水溶解 對… 好 這個地方 我就幫家裡排除 好 水的部分 剛剛這個咖啡粉 是不要用太多的水 去溶解它 對 太多的水怕烤 鳳梨酥都會烤不乾 對 所以少量就行了 少量 用熱水冷水有差嗎 冷水就可以了 冷水去把它拌勻 拌勻就好了 稍微地拌勻就好 好 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等一下是要入烤箱烤 對 所以烤箱是不是要先做一個 預熱的動作 對 預熱大概要預熱到多少度 200… 就是上下火都是200 所以跟上一次的這個是一樣的 對 對 好 拌勻之後就是加進去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加進去 然後把它加進去 它飛粉一定要用水把它 稍微融化一下對不對 要不然它直接放進去 它會有顆粒 對 可能就沒有辦法打得這麼勻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也是把它打均勻 打均勻 對 我們這樣子在操作的時間 半打大概要多久 半打…